西盟和国盟两大阵营 今早出动不少重量级领袖撑场 百多名支持者声援 双方声势好大 不过各方的焦点依然聚焦在 团结政府成员党之一的马华 没有派人助选 国政主席纳杜斯利·阿末扎西 希望盟友能够改变立场 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联系 人在提名中心采访的 本台记者萧子惠 紫惠今早的提名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是的 香菱 今天早上西盟和国盟的候选人 都是以大阵仗的方式 出现在提名中心以外 作为团结政府成员党之一的 国政和巫统 包括了国政主席纳杜斯利·阿末扎西 和巫统的总秘书阿斯拉夫 都有现身 还有连同其他的国政支持者 到场为行动党候选人彭小桃加油打气 那国盟方面呢 则是有主席丹斯利·慕尤丁 还有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以及土团党书里主席阿末法伊莎 则是来帮自家的这个候选人站台 撑场面哦 那今天呢 其实大家的焦点呢 就聚集在这个马华之前 已经声明了 不会帮行动党助选的这个事情 那扎西就表明他今天到来呢 是为了感谢说行动党之前在三场的补选 也就是刁曼岛博埃朗以及干马晚的这个选举当中呢 帮助国政站台 那今天呢是时候报答对方的这个恩惠 所以呢他今天就联同了这个支持者到场 那针对马华不帮助竞选的这个事情呢 阿末扎西就表明他明白马华的这个感受 不过还是希望马华呢可以改变心意 帮助行动党赢得这一次的补选 而且他相信马华区步和支部呢 对竞选的机制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马华和巫统呢情深义重 因为早在1955年两个党呢就已经结盟 组成国阵直到现在 所以呢他认为马华会和国政呢 一直保持着同一个阵线 并且支持联盟所做的决定 如果我们明白他们的感觉 但是因尚allah 如果冲击会随着感觉 我认为感觉会不会有 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要继续复权女性 复权年轻人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在地创业 然后搞好这边的生态旅游 还有名声创业 让更多的人可以留在心骨毛 我们要把心骨毛激活起来 让这里更加充满活力 就想要从一个年轻人的学校来帮助在地的年轻人一起 怎么样帮助 就从他们的教育方面发展 是的 没错 那其实除了扎西呢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也有针对马华 今天没有派出这个竞选团队助选的事情回应 那陆兆福就表明 行动党非常欢迎任何的这个成员党 接下来可以帮忙助选 但是如果还是有一些政党不愿意的话 那行动党呢 也不会强求 而是选择尊重对方的这个意愿 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 这个其中两名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宣言 那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打出了这个发展和经济牌 表示呢 如果他们当选以后 会极力的帮助在地和在当地 以及在外地打拼的这个年轻人 回到这里更好的发展 那另外点 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今天呢 提名日结束以后呢 国阵和 国盟和西蒙两党呢 虽然没有直面的这个冲击 但是国盟先是喊了自家的口号 之后呢 西蒙就再回到自己的口号 但是突然有人大喊了 要拒绝这个 造贼 所以之后呢 国盟也就是以目数这两个字 回击对方 那好的 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那还有更多的详细内容 可以留守今晚八点的新闻 先把时间交回给香菱你 是的 非常感谢紫慧从新骨猫捎来的消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